大家好 那今天來分享這個2020年3月份 台灣整體新車市場的銷售狀況喔 20年3月呢 這個全球正籠罩在這個 武漢肺炎的疫情陰霾當中 包含這個歐洲北美 還有日本印度等這些汽車的生產重鎮 不管是整車或者是零組件 這些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都有一些停工的狀況 所以除了中國的生產線停工以外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生產線 也面臨了停工的打擊 所以如果短期內疫情 沒辦法受到控制的話 對後續全球的新車市場 短期線看起來是沒有很樂觀 但是因為台灣在疫情控制相對穩定 有一些車廠它在供應鏈的管理上面 是比較屬於Local化的 像豐田我覺得它做得還不錯 所以帶出這個3月份 新車銷售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 全月份攪出了37,279台 相較於2月份 這個新年假期過後的2月份 有36.3%的一個成長幅度 然後叫去年同期3月份 2019年3月份也有15.1%的增長 各個品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表現最亮眼其實不是其他台 而是不是其他品牌 而是特斯拉 特斯拉一個月就賣了1517台 成為這個單月份成長幅度 表現最好的一個汽車品牌 然後在3月份的總市場 國產加進口的部分來看的話 排名分別是第一名是Toyota 第二名是Mercedes-Benz 第三名是Honda 第四名是Nissan 第五名是Mitsubishi 第六名是CMC 就是中華汽車 那數量呢 銷售量跟整個成長幅度來看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只有本田跟日產 Nissan 較去年衰退 將近兩成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 維持成長的一個態勢 尤其是Toyota 它3月份居然叫去年成長 百分之23啊 哇 這個算是難能可貴的一個表現 然後因為疫情的這個狀況的關係 所以在3月份 很多的這個車廠 它還是表現是有進有退 截然不同 所以第一名還是一樣Toyota 剛剛有講的嘛 叫去年成長了這麼多 所以它又是第一名 市占率跟2月份差不多 那總市場呢 居然第二名是由Mercedes-Benz 總共賣出了2693台 2693台 然後相較於去年成長6.8% 那要升第二名的時候 它的市占率 它的Market share也從6.9% 跳到7.2%成長 主要是因為它的A-Class C-Class跟E-Class 還有GLC的這個車系表現得非常好 那3月份在台灣本田也是 提升一名 它本來第四名了 都老四現在變老三 全品牌賣了2323台 單月份成長幅度高達37% 因為它2月份實在賣得太爛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如果跟去年 就是2019年比的話 它居然還是下滑15% 為什麼 我覺得跟RAV4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去年這個時候 可能RAV4也還沒上市 或剛上市 那時候就是預購 從那個時候開始 CR-V就整個一路往下滑了 所以這個RAV4對它的影響真的是很大 然後總市場排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特斯拉 它總共3月份賣出了1517台 雖然排在第10名 但是你會看得很清楚 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其實它的差異都沒有很大 就是都1000出頭台 1,100多台 1,200多台這樣子 所以其實特斯拉如果在 持續的再往上一直成長的話 可能對很多的這個車廠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再來看整個市場的 以單銷售 單一這個Model的銷售來看的話 第一名是RAV4賣了2754台 第二名是ARTIS賣了2563台 第三名是林立 哇 太厲害了 賣了1346台 第四名是Model 3賣了1293台 第五名是CR-V賣了1182台 第六是Sienta 1162台 第七是Kicks賣了1095台 第八名是Yaris賣了107台 第九名是Focus賣了927台 第十名是GLC 然後接下來在國產轎車的部分 國產轎車我們先來看一下總排名 第一名當然就是ARTIS ARTIS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Hybrid的油電混合的部分 成長了一點點 從原本的2425左右 市佔率調到27% 所以現在看起來油電車 越來越多人能夠接受了 第二名是Yaris賣了107台 第三名是Focus Focus賣不到1000台 這是比較奇怪的地方 以往它賣的都還不錯 這一次居然還賣出Yaris 哈哈哈 真是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五門的 大家可以從這個表格上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四名是Vios賣了650台 第五名是Copras賣了380台 這個圖表裡面我們還可以看到 第六名的TIDA 還賣了200多台 Livina也賣了241台 這個要停產的車子還可以賣這麼多 其實為什麼要停產呢 我也不知道 然後BIT賣了188台 Camry賣了172台 Elantra賣了145台 國產的轎車的部分呢 當然 Artis算是蠻厲害的 它還是一樣 這個賣了2000多台 那Yaris也不遑多讓 第二名 第一名第二名就已經 加起來就已經3000多台了 所以 Toyota在賣車的這部分 其實還是有它厲害的地方 那Focus呢 可能是因為它訴求這個One Forward One Forward就是它的全世界的品質 都一樣 訴求全世界的品質一樣 所以它的整個世界的這個供應商 可能都是幾乎都是那幾個 所以可能會受到這個 我這樣講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供應鏈 可能是跨區的 有可能從印度那邊來 有可能從泰國那邊來 那有一些地方它已經停工了 所以它就 供應物件的部分 就會受到影響 那也有可能 就是它說要把這個新年式的這個 Corpio 360 往下放 有些人也在觀望 所以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造成的一些這樣子的影響 然後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休旅車的部分 跟商用車 先來看一下總排名 這個第一名 居然是由林立 Varica 中華林立 賣了1346台 以前這個位置是Kicks在做 我已經做了很久 結果現在居然是林立 然後第二名是CR-V 賣了1182台 第三名是Sienta Sienta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幾的比例 還是集中在1.8 第四名是Kicks Kicks賣了1095台 第五名是德利卡 哇 所以你看中華汽車 它光是林立跟德利卡 就已經賣了2000多台了 那再加上Zinger 它根本就不會想要賣一般的自用車 你看這種商用車 賣得非常好 所以有時候車廠的策略也許也會影響到它的 整個銷售的狀況 那目前看起來 比較特別的還有這個 現代的Toussaint 現代的Toussaint 現代這個車廠現在也走 有一點像那個三菱的感覺 你看它Porter這個商用車賣了300多台 可是它的Toussaint 只賣了150幾台而已 150幾台 你看Elantra也才賣145台 可是Porter就商用車像發財車的那一台 居然賣了300多台 然後Toussaint這麼好的車也才賣158台 Centafé只賣了12台 怎麼會這樣 然後Karence賣了54台 最讓我意外的是URX 只賣了54台 URX只賣了54台 這個可能真的跟供應商供應鏈有關 因為大陸停工的非常嚴重 那其他什麼M7、U6 那個就先把它擺在旁邊 Outlander也賣了228台 這個車子雖然大家一直覺得叫好不叫做 可是它依舊都在市場上有一定的表現 進口車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總市場的排名 進口車在Toyota的部分 它還是賣了4508台 這個成長非常好 Toyota 然後賓士的Mercedes-Benz賣了2693台 也是成長 第三名的Mazda Mazda也算是表現得可喜可賀 賣了1761台 叫上個月成長了68% 然後也叫去年成長30幾% 這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Lazos也是賣了1665台 那也是叫上個月成長的幅度也是蠻多的 特斯拉最厲害 特斯拉1517台 成長了1764% 哇這是怎樣 那B&W就表現得比較弱勢一點 不只比上個月成長的幅度沒有這麼明顯才成長5% 也叫去年衰退 整體的狀況是這樣 那進口車的這個銷售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普通的一般品牌進口車呢 Mazda 3賣了500多台 那Auris賣了290台 Camry也賣了249台 這個Camry表現得算不錯 然後Prius C也賣了226台 Sukota賣了 Sukota也賣得不錯賣了200多台 Swept聽說要停產了賣了195台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排名 然後休旅車的部分 當然Routford 你看領先群雄啊 居然賣了2754台 是總市場的銷售冠軍 CX30居然賣得這麼好 賣了470台耶 哇 那怎麼這麼少人分享 尤其CX5也賣得還不錯 442台 居然沒有人分享 然後Tiquan賣了390台 Vitara也賣得不錯 320幾台 就是在整體的市場狀況上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台也不錯 海力士Hilux也賣了將近200台 賣得比Odyssey還多 然後豪華車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Model 3這一次獨佔AUTO 賣了1293台 哇 我們應該給它一個掌聲鼓勵鼓勵 然後C-Class賣不到它的一半 只賣了500多台 那這樣顯得這個Model 3真的是賣得特別好耶 就同時間全部交車 一整年的量全部交完了 然後接下來什麼A-Class E-Class 然後ES大概都是兩三百台這樣子的量 那休旅車的部分GSC賣得還不錯 雖然沒有到1000台 但是也將近賣了快800台 769台 然後NX賣了636台 然後UX賣了429台 RX也是 所以Lexus包括2、3、4名休旅車的數量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電動車 電動車其實還是一樣以特斯拉為主 第一名Model 3 第二名Model X 第三名Model S 我們希望Model Y趕快上市 最後就是整體的汽車銷售市場 我覺得很希望武漢的疫情趕快可以通過 那我們希望說正常回歸到正常的一個經濟發展的狀況 因為有些車廠它因為在策略局 及這個佈局的部分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有些車廠影響的幅度很大很大 那當然也許我們都不在那個公司上班 可是其實汽車是火車頭的行業 如果它受影響 其實我們很難不會也被影響 所以我希望說整個整體的汽車銷售狀況 可以慢慢的有所成長 回到原始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三月份的汽車銷售市場狀況報告 我們是來資料是來自於U-Car 如果大家要看細節的部分 可以上U-Car去看一下三月份的整個新車市場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我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